当然对于日本政府买下钓鱼台 我方也有抗议 外交部已经紧急电照 驻日代表沈思纯回台 他下午回国之后 立刻直奔外交部 亲自向外交部长杨靖天报告 不过沈思纯到底是如外交部所说的 是被电照 还是如马总统所说的是被召回呢 这在外交的用法上 层级是不同的 等级是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马总统跟杨靖天的说法不同调 在一党就批评说 这就是国安跟外交单位 处理钓鱼台事件一团乱 昨天接到外交部指示 火速飞回台湾的驻日代表沈思纯 一下飞机看到大批的媒体 立刻说明他已经代表政府 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 昨天在东京 已经向交流协会的经营政理事长 提出强烈抗议 你表达抗议之后 日方有给什么样的回应吗 日方在过去 这个意见交换的过程中 他们表示呢 为了达到安定管理的目的呢 这是他们现实的选项 外来是电招还是说召回的意思 我想我刚刚在起头的时候 已经讲我是依据外交部的指示 回到台北来报告 一离开机场 沈思纯立刻进外交部 向部长杨靖天报告 而日本驻台的官员 也在外交部进进出出 来外交部做什么 日本官员非常的低调 不过沈思纯闪电回台湾 马总统在中山汇报上 宣布是外交上非常严厉的抗议手段 召回驻日代表 不过杨靖天可不是这么说 到底是召回还是电招 总统跟外交部长不同调 更让在野党看了一头雾水 这个就说明了我们今天 国安外交单位 本身在处理钓鱼台事件的一种混乱性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 尤其是总统对外说明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 这就一个实质召回 但是外交部他用电招两个字 让他保留在跟台日之间 我们两国之间的一个 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我把它解读成软硬兼施 进退有据 虽然国民党立委帮忙款夹 不过驻日代表回国 究竟是被召回还是电招 却讲不清楚 也难免让民众质疑 政府捍卫钓鱼台主权的决心 民事新闻中文到 很多人都要放回市场 也没关系 都要放回市场